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嗎? 在進入今天的主題之前 我們先帶您來看三件事情 香港地鐵的太子站在8月31日 發生了嚴重的警察無差別攻擊市民事件 民間質疑至少有三位市民疑似被警察打死 因此每天都有許多香港市民 來到地鐵站外祭拜追思 但是也有疑似黑社會的蠱惑仔來到這裡想要踢管 結果卻飛出 我們再看一遍 也許冥冥之中真的有縣市報吧?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之前製作的香港十大史詩片段影片 有許多網友留言希望能夠有 英文字幕 經過我們團隊人員的努力 現在已經把影片加上了英文字幕了 歡迎各位朋友向國際社會傳播 讓更多人看到純真的人性、善良和勇氣 在這裡我們也特別感謝幾位參與翻譯字幕的好朋友 第三件事情是我們有位網友非常可愛 他不但努力幫我們網站點擊廣告 還教大家怎麼幫我們增加廣告收入 在這裡我們非常感謝這位香港網友的用心支持 謝謝你們 我們團隊人員都非常感動 但是我們更邀請每一位香港朋友 在走上街頭捍衛家園、捍衛普世價值的同時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因為你們面對的是古今中外最邪惡、最陰險的政權和恐怖組織 所以請記住每一週我們都要見面 一個都不能少 好嗎? 回到今天的主題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聊中國經濟 因為最近有位網友留言問到說 能不能舉些數據來講講中國經濟 這是很好的問題 因為它牽涉到十幾億中國人的生活和財富安全 那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它牽涉的範圍非常廣大 而且可深、可淺 但是同時這也是個很難的問題 因為中國官方的經濟數據一向不透明 甚至還經常造假或掩蓋 所以經常不容易準確的研判 我記得以前我在當記者的時候 就好幾次查到中國官方的經濟數據 自相矛盾都攏不起來 或者是說中央政府發布的數據 跟地方政府發布的數據落差很大 所以有人說 中國是記者的天堂 是統計學家的地獄 那想要在中國查明統計數據的真相 確實是難上加難 那我們這裡會盡量用比較淺顯的方式 來跟大家聊一聊中國最近的經濟數據 幫助大家掌握中國目前的經濟概況 還有中國可能面臨哪些經濟問題與風險 以及對中國大陸朋友可能會有什麼影響 不過我們可以先用一句話來總結 中國經濟目前是危機四伏一觸即發 而這些危機主要都是由於中共的畸形的 黨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所促成的 那怎麼說呢?我們一個一個數據來看 首先來看大家最耳熟能詳的GDP 也就是國內生產總值 那台灣叫做國內生產毛額 簡單說就是國家生產的所有產品與服務的 總市場價值 所以GDP的增長幅度也從總體上 反映著一個國家經濟體質的好壞強弱 根據統計 從1978年到2017年的40年之間 中國的GDP從2165億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12.24萬億美元 平均每年的GDP增長幅度高達9.6% 相當驚人 而在這40年之內 全球GDP的平均增幅才2.78% 但是從2010年以後 中國經濟開始放緩 特別是去年美中貿易戰開倒之後 中國經濟加速放緩 今年第二季度的GDP增長率只有6.2% 創下1992年以來的最低點 那你以為這已經是中國經濟的最低點了嗎? 恐怕還不是 因為中共非常擅長經濟數據造假 許多國際智庫、學者和知名媒體 都非常清楚這一點 甚至還深受其害 記得在2008年北京奧運過後 那個時候我要做一篇關於中國經濟的報導 當時中共官方的數據已經出現明顯的經濟放緩跡 許多財經權威的國際媒體 像Forbes、Fortune、經濟學人等等 也紛紛提出警告 但是當時中港台三地 有許多媒體都還是一片唱好中國經濟 要大家趕緊買進中國 那我覺得很納悶 於是找到美國一位知名的中國經濟專家 Derek Caesars 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史劍道 現在是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經濟學家 他當時跟我說 他很認真地把中共官方公佈的各種經濟數據 全部拿來用國際計算GDP的公式 仔細算了一遍 結果發現中國GDP應該是零增長或者是負增長 可是中共最後公佈的數據居然還有7%左右 這讓他也搞不懂中國經濟究竟是怎麼回事 當然人家在我們華人面前話說的比較委婉 沒有直接說破中共涉嫌假造的經濟數據 但是不僅國際社會不相信中共發布的數據 就連中共官員自己也不相信 像李克強就曾經坦承 中國的GDP數據是人為製造的並不可靠 中共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尹中青 今年3月也在記者會上承認中國經濟數據有問題 地方政府公佈的數據總量 既然高於中央公佈的全國總量 也就是說中央跟地方的數據打架 他說這是地方官員虛報瞞報經濟數據造成的 不過我們必須強調這種說法 其實是中共中央推卸責任轉移焦點 真正造成中國各地經濟數據造假的主因 就是中共假大空的黨文化以及謊言智博的官場特性 如果中央沒有向地方製造業績壓力 如果官場沒有浮誇、沒有假大空、沒有逢銀拍馬的風氣 反而要求要實事求是、提拔能做事的人 不是提拔能造假、說空話的人 那麼地方官員還敢造假嗎? 還會以揣摩上意造假搶功嗎? 簡單說就是上梁不振下梁歪上下交響賊 地方造假欺騙中央 中央在造假欺騙全國人民全世界 況且中共從去年底開始 就開始嚴格控管經濟數據的發布 甚至還下令禁止發布一些不夠好看的數據 所以中共實際上的GDP數字恐怕遠遠低於6.2% 這個數字已經是官方美化洗白過的了 那麼中國目前實際的GDP增長率是多少呢? 我們不得而知 不過根據中共官方公布 去年全年的GDP增長率是6.6% 寫下28年的新低 但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前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作 在去年底的一場演講裡 卻披露了更驚人的數據 兩種測算 一種測算 今年GDP增數到目前為止 1.67% 另外一種測算 是負的 今年中國經濟增長是負的 向松作的演講 在網絡傳出之後 隨即被中共官方屏蔽與刪除 但是也受到許多網友的讚賞 佩服他敢說真話 最重要的是 剛剛講的這一切 告訴我們四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中共的經濟數據絕對不可靠 第二個是 中國的實際經濟數據 往往遠比官方數據來的低 第三是 中國經濟實況非常不樂觀 第四是 中共已經展開數據維穩 掩蓋經濟下滑的問題 所以目前北京公布的 最新GDP增長率是6.2% 雖然已經創新低了 但是實際的情況可能要遠低於此 《華爾街日報》曾這樣提醒讀者 我覺得很貼切 他們說企業和投資者面臨的挑戰是 無法輕易用失業率 實際GDP增長率等指標來解讀中國經濟 因為這些數據變化不大 或者受到精心管理 不過我們要說的是 我們節目裡還是會引用 北京公布的數據來做分析 畢竟沒有其他的公開數據可以使用 但是請大家務必要記住 中共官方的數據只能做參考 而且是美化過的參考 如果看到中國經濟數據出現下滑的趨勢 實際的經濟情況很可能下滑的更厲害 我們也要強調一點 GDP數字只是研判國家經濟的一個主要參考 但是不能只看GDP而已 還得要參考其他數據來做綜合研判 所以我們還要再來看中國經濟的其他數據 不過這要等到下一集節目再來聊 因為經濟數據比較沉悶 一口氣看太多的話 恐怕大家都會去跟周公下棋了 我們再來聊一個當紅的話題 就是美國和伊朗 我們先帶您快速的看一下整個事件的發展經過 9月14日沙特阿拉伯 臺灣叫沙烏地阿拉伯 兩座原油設施遭到多架無人機攻擊 重創原油產能 由伊朗支持的臺灣叫夜門胡塞武裝組織 出面表示這起攻擊事件是他們發動的 但是美國和沙國都高度懷疑 伊朗才是這起攻擊事件的幕後主謀 9月15日美國總統川普在推特上表示 我們知道誰是罪魁禍首 炮彈已經上唐 只待確認 川普沒有點名伊朗 但他說他在等沙國的意見 9月16日中共外交部出面稱 不應該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 指責伊朗應該對這起攻擊事件負責 9月18日沙國提出無人機與導彈的殘骸表示 這些武器都是來自伊朗 同一天川普在推特上表示 他已經下令財政部對伊朗擴大經濟制裁行動 9月19日伊朗外長扎里夫向美國媒體表示 如果美國或沙國對伊朗發動軍事襲擊 伊朗可能會發動全面戰爭 同時中共外交部再次出面稱 各方應該保持冷靜 希望這起事件得到客觀的調查 就在同一天中共財政部副部長廖明率團抵達華盛頓 與美方展開新一輪的貿易談判前期工作 好 看完事件的發展過程後 我想要說一下我個人的觀察 我認為這起油田攻擊事件 很可能是中共與伊朗合謀發動的 怎麼說呢?我們知道中共與伊朗長期關係密切 不但對伊朗提供許多武器和基礎建設 甚至還提供軍事技術 但美國前資深眾議員羅拉巴克 就曾經透露 就他掌握的情報 伊朗與朝鮮的核武技術 確實來自中共 而華為也曾經通過旗下子公司 對伊朗輸出美方的技術產品 為伊朗發展通訊網絡建設 違反了美方的制裁令 孟晚舟也因此被捕了 那麼中共為何要如此大力的幫助伊朗呢? 目的就是要扶植伊朗 成為中共在中東地區的代理人 這就跟中共在東北亞扶植朝鮮一樣 為這兩個代理小弟 裝備足夠的武力 在必要的時刻 可以安排他們出面鬧事 為中共老大哥牽制對手 或者是爭取更多的國際利益 或者是談判資本 而且就在事件發生前的9月3日 石油領域的權威媒體 石油經濟學家就曾經報導指出 北京與伊朗達成新的投資合作協議 北京將要投資2800億美元 協助伊朗開發石油天然氣 並且要投入1200億美元 協助伊朗改善交通與基礎設施 而在油田攻擊事件發生後 中共又屢屢出面為伊朗說話 想要阻止美國和沙國對伊朗追究責任 而這種扶植代理小弟攻擊對手 在出面為小弟辯護 阻止國際制裁小弟的行為模式 正好是中共長年來一貫的對外擴張手段 已經屢見不鮮了 當然有人會問 如果真的是中共與伊朗合謀 制造這起有點攻擊事件 那對中共有什麼好處呢? 我認為有幾個主要的戰略目的 第一是中共希望通過伊朗的挑釁 來誘使美國在中東地區發動戰爭 陷入戰火的凝沼 牽制美國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 避免美國集中力量來對付中共的紅色擴張 第二是中共希望通過伊朗來牽制美國 從而在美中貿易戰上爭取更多的談判籌碼 或者是打亂美方的談判節奏 中共可以假扮核勞以要求伊朗克制停火的名義 來換取美方在貿易談判上讓步 第三是中共想要通過伊朗戰爭 讓美國分心和分散軍事力量 漸漸放鬆對香港問題的介入和人道主義的堅持 從而為中共升級武力鎮壓香港做準備 第四 中共想要通過一場新的中東戰爭 來捆綁美國的手腳和經濟 調動美國人民的反戰情緒 從而來削弱川普在明年總統大選的民意支持度 簡單說 中共可能想要通過外部戰爭的手段 來干預美國大選 希望川普不能連任 從而消除中共的心頭大患 也可能因此取得更寬鬆的貿易談判條件 第五是只要美國陷入戰爭 不僅鎮守中東地區的第五艦隊要投入戰爭 隸屬印太司令部的第七艦隊也勢必要待命支援 美軍在太平洋的軍事力量可能會有所鬆動 如果明年台灣總統大選結果 博利於中共並同台灣 或者說中共因為國內局勢動亂想要轉移焦點 從而對台灣發動軍事攻擊 到時候美方就得考慮是否願意在中東與東亞同時參與戰爭 是否會影響美國經濟和總統大選 這倒不是說中共一定會對台灣動武 而是這樣的局面 會有利於中共啟動軍事選項來併囤台灣或是自保政權 而對於伊朗來說也有好處 往前進或許可以爭取回到伊朗和協議狀態 解除美國的經濟制裁 往後退至少可以獲得中共金援 同時也可以打擊沙國地緣政治上和石油買賣上的超級宿敵 而且還可以抬高國際油價 抬高自己的國際存在感和被需求感 川普似乎清楚中共與伊朗的意圖 所以此前伊朗多次挑釁美國還甚至攻擊美國的無人機 但是川普最後都沒有出兵還擊 甚至還因此換掉了堅持出兵伊朗的 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 不過這次川普雖然還沒有出兵 但是他已經在口頭上做出了強硬的回應 我其實覺得這是強硬的 我們現在世界上最強的軍隊 我覺得這是強硬的強硬 很容易攻擊 我覺得我們有很多好的資源 如果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會做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了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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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